新興分局針對牆內高峰選場所強化茶氣力道 主重初級斬斷違法人與人連結 日前本所接獲情資在中華山路 互服配管提示有違法從事社情交易行為 新興分局前興分居所莊案人員連日探訪 收證後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請搜索票 於7月27日下午18時許 遠景仙橋莊消費顧客進入在大丁等候時機 後續待茶氣警主抵達時 立即控制工作人員 現場共計查獲11名女服務生與3名消費客人 聽了解該店現場負責人黃藍 是以新台幣1800元每一件女服務生提供半套性交易服務 全案共計查獲現場營業所得 新台幣41400元 及電池門兵檢燈遙控器 第11名女服務生與3名男客 則依社會秩序違法移行 地方法院檢疫庭裁署 立負責人黃藍與櫃檯人員秋藍 則依刑法妨礙報告罪檢 裁股偵辦 尋後移請高雄地檢署 接續偵辦 在疫情嚴峻之時 任何人不應抱持小心心態 呼籲民眾不以身釋法 有不法 警方必依法偵辦 本分局會持續針對家內 特定行業等高通檢查所 加強領檢及防疫機場工作 以防堵不法業者 有劃羊頭賣口肉請求 有劃羊頭賣口肉 這就是 有劃羊頭賣口肉 有劃羊頭賣口肉